瞬间它速度越来越快 一株灵药也是从无到有出现了雏形 然后慢慢变得完整 秦杰耗费规定时间三分之一不到 秦晨已经顺利收工了 他采取的拼接方法 并不是通过灵药的物理形态进行拼接的 而是通过买一株灵药的散碎灵药药性进行拼接的 同样的一个三角形灵药碎片 可以放到任何一个三角形缺口里 看起来不会有任何差别 可是彼此间药性还是有巨大差异的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出现错误 这株灵药刚刚拼接完毕 接下来又是一大堆灵药碎片出现了 秦晨仔细一看 发现这些碎片虽然看似从同一株灵药上摘的 可实际上属于两株 只是灵药品种是一样的 细微的差别在于年份 这就变得难了 万一般根据形态拼接的烈药师 肯定此时束手无策了 诶 但秦晨是根据药性嘛 年份不同 药性自然不同了 最多也就有点棋手 但难度上对秦晨而言不算什么 所以秦晨先将两种不同年份的灵药碎片分开 接下来就跟之前一样了 当两株完整的灵药出现时 规定时间同样才过了三分之一 简单呢 然后呢 还是一大堆灵药碎片出现 这次里面有三株灵药 而且年份更复杂 可是呢 还是难不到秦晨 秦晨继续动手 先分成三堆再一一复原 紧接着搞定 接下来是四株灵药碎片 再是五株 六株 七株 难度是越来越高 让秦晨消耗的时间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但从规定实现来看 秦晨考核通过的速度并未解慢 每次都能留一大堆的时间 秦晨完成七株灵药品接后 还想再来呢 但看见眉心的随便出现了 他这才恍然 哦 原来已经过了第五关了 外面 第五关的光芒亮了 啊 第五关也这么快啊 众人真是真震惊了 只要参加过单道式考核的人都知道 到第五关之后 单道式考核的难度 将会有一个几何级别的提升 基本上 若非七品药王根本不可能通过 而就算能通过呢 70%以上药王消耗的时间 都是无比漫长的 几乎是堪堪掐着规定时间 才能通过 可秦晨呢 一般第五关规定时间是一个时辰 秦晨仅仅用了半个时辰不到 然后就通过了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众人面面相觑 完全无法理解 难道他知道单道式里有考核的题目 不可能吧 单道式里考核的题目每次都随机的 而且是由精神力显化的 哪怕是阁主大人也是无法改变呢 而且第五关考核拼接灵药 就算提前知道题目 也未必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来啊 康有明等人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第五关过去了 然后就是第六关了 而秦晨一旦通过第六关 直接可以进入第七关了 也算达到他们的要求了 那么 接下来就是他们跟秦晨的对决了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竟然要跟一新晋药王进行对决 光想想三人就脸色无比阴沉 不用急 还有第六关呢 第六关不比前几关 我不信此次还能这么顺利通过了 前五关虽难 但一般都难在复杂上 第六关开始考核的是真正炼丹技术 甚至一些普通药王都无法通过 此次想通过 未必有这么简单 三人彼此安慰 单到式里 秦晨稍稍休息一下 迎来了第六关 嗡 一颗饱满的丹药出现于秦晨面前 请说出这枚丹药的名字 配方 以及用何等手法炼制而成 并且说出炼制此法的真火名称 火候强度和炼制时长 冷冷的声音响起 不带一丝感情 秦晨的精神一振 凝视面前丹药 这是一枚甘霖丹 而且是七品出气的丹药 难怪第六关没有药酸能闯过去 甘霖丹本身就是七品丹药 很多六品药尊都没见过呀 他们自然不知如何答题了 甚至于绝大多数药王想通过眼前丹药直接分析名称 配方炼制手法 甚至还有真火的名称 火候强度 以及炼制时长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不过呀 这也难不住秦晨 此丹药名为甘霖丹 七品出气的王丹 是通过甘霖草 圣灵泉 净辛叶等等七种主材 三十六种辅材炼制而成 此丹单纹成螺旋状 炼制的手法应该是斗螺浮云法 丹性微热 淡造 因此炼制真火为七阶荼毒兽体内的血灵火 火候强度中等 因为丹药内药性融合度为83% 根据里面的药性挥发程度 初步估计 炼制时长为三个时辰又两克 误差一克钟之内 秦晨仔细看了看丹药 侃侃而谈 刷 眼前丹药迅速消失了 紧接着又出现一枚新的 此丹为左身丹 秦晨是何等眼光啊 基本上大陆上很少有他没听过的丹药 而且他精神力达到八匹了 辅佐上超强的灵魂力 分析出一枚丹药的信息啊 再简单不过了 事实上 分析丹药是每一个炼药师 要学的基本功 而秦晨在这方面呢 尤为擅长 曾经 武裕丹阁总部发掘出 不少远古丹药 一堆长老怎么分析 也分析不出其中的结构 和炼制手法 还是把秦晨请回去了 才对远古炼丹手法 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如今这第六关的题目啊 在秦晨看来 简直就是小儿科 秦晨一一处理了 到了第四次时 面前出现的丹药 那就不是用正常手法炼制出来的 而是用了很多生疲的手法 其中一些丹药丹方中 甚至故意混淆了一些灵药 没按最正统的丹药来 这让人很容易陷入陷阱中 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也让秦晨感慨啊 难怪第六关 很多药王都过不了 这样的题目呢 确实有些难了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需要对各种欺品 初期灵药有系统的认识 才能做到算无一策 而这些题目呢 也极大增加了秦晨的难度 让他完成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但他花的时间长了 给的限定时间其实也长了 因此呢 他还是只用了三分之一左右时间 完成了全部题目 显得是游刃有余 一个时辰之后 秦晨终于过了第六关 进入到第七关了 当室杯上第六道光芒亮起时 全城引发了剧烈的轰动 还真被他闯到第六关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不是说想闯到第六关 只有七品中期以上药王才能吗 难道这小子 他是七品中期的药王 哎 你们看他通过时间呢 才一个时辰 这 我记得第六关限定时间 是三个时辰吗 当初当格的三大复合主 都是限定时间 过了三分之二还多的时候 才过着第六关呢 这秦晨 怎么回事啊 比别人整整领先一倍啊 真是怪物 一时间 场上哗然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感到难以置信 而康有名等三人 更是攥紧了拳头 脸色铁青 怎么可能啊 秦晨竟然真的闯到第七关了 他怎么做到的 但现在的他们呢 需要考虑的 已经不是秦晨怎么做到了 而是应该考虑 接下来他们跟秦晨比试的事 秦晨闯到第六关 已经拥有跟他们比试的机会了 旁边 魏金周等三大圣子则是里色发白 眼神难看 第七关呢 这是他们不曾达到的成绩 而秦晨却做到了 这在丹道成诸多猎药师的心理 岂不代表自己连二十的少年都比不过 这怎么可能呢 而场上看热闹的观众呢 没考虑太多 而是充满了更多的遐想 按你们说 这小子会不会连第七关也能过 闯到第八关去 第八关 这绝对不可能 咱丹道成最劫数十年历史里 研究玄尚阁主到第八关了 其他的 哪怕三大副阁主都没过 秦晨难道比三大副阁主还强啊 这可不好说 此次胆敢挑战三大副阁主 显然他有信心超越三大副阁主 而且 丹道士的考核 毕竟只是在限定的环境中的考核 也并不是说闯过第七关呢 在猎药上一定比没闯过的厉害啊 嗯 最后一句话赢得共鸣了 丹道士考核 并不是修为最高 一定排名高的 丹道士考核 是全方面的知识 很多时候啊 跟品阶并无直接关系 要不然 丹阁总部也没必要设置出一个丹道士来 大家直接比谁烈药师徽章等级高 那不就行了吗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秦晨想闯过第七关 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可能 但最终 还是没人相信秦晨能过第七关 甚至啊 一开始提问的人 也忍不住尴尬一笑 觉得自己这提议啊 太过一小天开了 在众人无比期待 好奇之中 秦晨开始了第七关的考核 这次他面对的 却是同样的一枚丹药 但题目却有了变化 请指出面前丹药 炼制过程中的三个错漏 冷冷的声音响起 指出错漏 秦晨宁神看去 只见眼前是一枚甘铃丹 而且是一枚凝炼出 丹纹的甘铃丹 所有人都知道 一旦丹药宁出丹纹 代表这枚丹药在品阶上 起码达到同级别丹药中的上等了 可以说是一枚相当完美的丹药 可这关考验呢 却是在这么一枚上等丹药中 找到三个错漏 这不等于鸡蛋里挑骨头啊 事实上 这关目的 就是让考核者在鸡蛋里挑骨头 身为一名药王 能说出一枚丹药的炼制方法 很简单的 难就难在 要找出一枚上等王丹的错漏 一旦能找出来 代表此人在这一级别上 已经达到了 是真化镜 这需要裂药师各个方面 都有惊人的造业 没有任何的短本 换一般七品药王来 哪怕七品中企的药王 面对这种问题呢 也会无比的头疼 可对于曾经炼出 无缺丹的秦晨而言 这关不算什么 精神力渗入丹药中 秦晨微微一扫 起码找出了五处错漏 第一 此丹火候不够 药性融合只达到94% 剩下的6% 因为火候不到位 导致未能完美融合 此为第一处错漏 第二 丹纹形状不对 此丹丹纹成漏斗状 说明丹药在凝行过程中 至上而下的药力 未能完美均匀地分散 第三 秦晨是侃侃而谈 瞬间说出了好几处错漏 刷 眼前丹药消失 出现了新的丹药 这次呢 丹药缺点更隐蔽了 丹纹更密 显然品阶更高了 可惜在秦晨面前呢 缺点依旧是无所遁形 这一关总共分析五枚丹药 秦晨只用半个石材 找出了五枚丹药诸多的漏洞 瞬间进了第八关 用时呢 比上一关起码还少一半 当外界第七道光芒亮起时 整个广场瞬间癫狂了 我的天哪 这小子闯进第七关了 这怎么可能 究竟怎么做到的 人群沸腾了 秦晨能闯入第七关 已经超乎众人预料了 至于第八关呢 众人想都不要想 可现在呢 如同奇迹一般的一幕发生了 这让不少人心脏狂跳 差一点就没当场暴毙了 刷了一下 丹阁的玄圣阁主义 按捺不住内心激动 整个人豁然起身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他嘴角喃喃 眼神震撼 因为激动 双手甚至在微微颤抖 作为目前整个丹阁 唯一闯到第八关的他 他清楚地知道第七关到底有多难 他也是侥幸才能通过的 也正好考核那几题 是他十分熟悉的担忧 让他再考一次 他也不敢说一定能通过 可现在呢 秦晨一个才年纪二十的少年 竟然也闯到第八关了 这不天方夜谭吗 我去 这一刻 玄圣阁主激动得差点没吐出脏话来 如果可以啊 他真想张嘴骂一句 这小子真他娘是个天才 你还没听到的 我还没听到的 我还没听到的